大家好 升旗而得道 今天是2023年1月6日 今天是星期五 這一節跟大家說一些題外話話題 這一節的標題也很搶眼 這一節本身就是 藍梅 燈出來的 這個叫做國際智商 這一節要說的是IQ 大家應該都知道IQ是甚麼 但是這一節 發現了的就是香港人的IQ 大家可能比較驚訝的 就是比伊朗人低 整件事 就令人覺得好像說 香港人比伊朗人蠢 通常可能會走出一個這樣的結論 也有人即時就會回答 說正常啦 香港那麼多港豬 聽起來好像很合理 說一下說一下 真的好像變成了 香港人比較蠢 比伊朗人更蠢 那麼Juicy 跟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其實香港的確是真的有很多港豬 但是講港豬的數量 未必能及到中國大陸 大陸就不是叫港豬了 可能叫做五毛小粉紅 這節我們講到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其他朋友 請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請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屋大發 希望大家繼續幫忙支持 我們的做法跟其他台不相同 我們是以 一日影片的數量較多為主 因為我們分開不同的話題 我們分開不同的話題 更新新聞內容 亦都有多角度的分析 所以 其實也做得比較辛苦 所以你的支持 聽眾的支持是非常之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 記得打開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這個12月份 數據真的頗差 跟放假 放假的日子也是真的有關 基本上數據最差的那幾天就是 聖誕和新年那段時間 好 回來研究這個話題了 到底是不是比伊朗人蠢蠢呢 其實就不是的 就是數值 這次比伊朗人蠢低 一起跟大家研究什麼是IQ IQ Intelligence Cousins 所以i和q就是那兩個英文字 那個字母的字頭 就叫做IQ 其實IQ在說的是什麼呢 IQ 最主要 是你的邏輯的推理 所以所謂IQTest 其實 就是 最多的時候 就是拿了一大堆圖形 叫你推測 下一個圖形 到底應該是怎樣 如果IQ比較高的人 一般他的邏輯推理 尤其是 在數學科學 上面的能力 一定會比其他人更加好 這個基本上是一個已知事實來的 換句話說 如果 IQ 比其他人高 他更加 適合讀 數學科學這些項目 IQ曾經有一段時間 認為 是人的能力 但是其實更加多的研究 出來發現 IQ 智商 並不是完全反映一個人的能力 當然既然不是反映你的能力 更加不是反映你的價值 實際上我們知道我們要在現實世界 處理大量的問題 我們要處理大量的問題 不只是靠這個 邏輯推理可以處理得了 實際上我們應付多變的世界 社會 還有人際關係 單單是這個邏輯對圖形 的運算能力和推測能力 是更高 不代表能夠處理剛才所說的那些問題 所以因此 科學家就建立了另一套 就是去研究人的能力 的數值出來 那個就叫做 情緒智商 所以大家應該全部都 有聽過了 那個就叫做EQ EQ簡單來說 其實也是一種管理自己情緒的能力 我們 始終不是計數機 我們不是電腦 我們也不是AI 我們也 不是一塊晶片 不是單單有巨大的運算能力 就能夠成為一個人 說說說 會去到一個很哲學性的問題 當然我們這一節 未必做這麼深入的討論 因為 也會有人去爭論 一個很出色的計算機 可能跟一個人的 靈魂 跟你的心智可能其實是差不多 所以一說AI 大家可能會想起這個圖靈測試 圖靈測試就是最早 科學家想出來 到底怎樣去測度 到底一個人是不是叫做AI 還是真的是一個真人呢 不差那麼遠了 所以還是說回這個情緒 雙數 所以你從一個角度去說 正因為我們是人 所以我們有情緒 能夠有效去管理 不用控制的字 有效去管理著自己的情緒 其實就已經可以給 其他人 更加有能力去處理現實問題 好 回到主題了 說了那麼久 香港人IQ是否低於伊朗人呢 原來相關的 評分來自 芬蘭的智力測驗機構 叫做 wiqt.com 公佈了今年的數據 今年全地球 全球108個地區參與 這個IQ 測驗的排行榜 結果香港人的 平均 智商的分數是110.37 其實一點也不差 排行是第七位 反而這個估不到的原來是伊朗人 的平均數值比香港 稍高 伊朗排第六 伊朗 平均數值是110.43 換句話說是多了零點幾 所以呢 不過按照邏輯 就是 這個 伊朗人的IQ比香港人高 所以很快就會有一個結論 就好像香港人比較笨 所以你說我笨一點 不要緊的 你看我跟誰比 你說我跟 愛因斯坦比我笨一點 那我沒甚麼所謂 倒過來 讚你聰明也沒有用 看你跟甚麼比較 你聰明過這個 聰明過那隻豬 聰明過這個包子 有沒有用呢 你也不覺得這樣在讚你 說你聰明那隻豬 最高分是哪個地方呢 最高分 依然就是 亞洲最強 就是日本 日本人做的測驗 今年的數據排第一 他 分數是112 大家可能會猜不到 原來這個相關的數據統計 較早之前 有一個地方 也在亞洲 他的IQ是排第一 這個你應該會猜不到 所以 排第一的是台灣 在5月份的時候 在2022年的時候 當時台灣是排第一 當時日本排第二 排第三的是匈牙利 第四的是南韓 當時排名第五名是伊朗 第六名是香港 如果以世界排名來說 香港人不單止不蠢 而且 IQ 可以說得上是名列前茅 因為在說百多個國家 我們在排名 是頭十名 所以其實我覺得 那個統計 其實也頗準確 你說我覺得香港人聰明不聰明 香港人真的是聰明 香港人聰明 回到我們 初頭所說的 聰明不代表你 真的有能力解決你眼前的問題 有時我真的覺得 太聰明 不是一件好事 太聰明 你太容易喜歡 就是走捷徑 當然啦 其實IQ不是這個意思 我不想嘗試扭曲了IQ的意思 不過這個再一次證明 統計數字 和大家可能心目中想像是不太相同 其實可能應該你問 覺得日本排第一可能很正常 但是你沒有想過 原來台灣 做這個測試 數值一直都排在很前面 因為可能在很多香港人眼中 覺得很多其他 不同的地方 我這次用的字眼不是聰明 是聰明 他覺得 絕大多數的地方 其實也不夠香港人聰明 我講的字眼是聰明 不是聰明 聰明可能跟IQ有關 聰明未必能夠為你帶來科研成果 但是IQ夠高 一定那個地方 就是讀數學 讀理科一定是特別好 排名的順序就對了 除了 特別地覺得不妥的希朗之外 絕大多數 國家的順序 跟他那個地方的科技水平 吻合 還有東西你猜不到 大家給自己信心 英國在世界排名 排到67 他的平均分是97點多分 其實真的跟大家理解 IQ好像不是很相同 英國沒有想過他 原來如此低分 可能 真的跟我們說法一樣 原來香港人比英國人聰明 應該我們真的可以在這裏 好好發展 好 這節 是一個題外話來的 特殊話題 和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 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 也有些比較大的家庭房 今天我們收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按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住 也覺得很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多裏 已經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有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他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 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會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以後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